这个呢在南方台湾呢我们豆花都是做甜的 如果说呢你把这个黑色的想成是粉圆 把这个汤想成是这个黑糖的这个糖水 就是我们习惯的甜豆花 昨天我说啊豆花还是要做甜的好吃 不过呢今天我稍微呢要修正一下 因为我觉得跟这个不同的店卖的也有关系 因为今天呢我们吃的这家感觉比较地道 我刚刚吃了几口 这个咸的豆腐呢 咸的豆花这家好吃多了 好吃 我觉得它的那个芝麻酱的香气更香 而且我家领导呢撒了一点这个圆衰啊圆衰 就是香菜在里头 感觉很对味 这一整桌都是天津地道的这个小吃 这个叫嘎巴菜 我觉得这个也比我昨天吃到好吃 然后另外这个我现在还没吃 但是一眼看上去觉得很棒 这个就是煎饼果子对吧 这个果子其实就是油条嘛 但是刚刚老板问我们说要吃脆的还是不脆的 脆 还有分薄脆 就是说要吃怎样的口感 这个叫薄脆 薄脆是什么意思啊 薄脆就是 就是这个油条就比较脆的意思嘛 什么是胶叶 什么是胶叶 薄脆要怎么说 为什么叫薄脆 领导解释的有点 感觉不太地道 这个薄脆 是说外面这层薄吗 里面脆吗 对对 对啊 就是外面这层薄里面脆叫薄脆 那那有的不脆吧 也可以有的人不喜欢吃脆的 对对 对嘛 我就说 他就有的人喜欢的口感不要那么脆 有的人喜欢这个果子脆一点 就这个意思 像我就是喜欢吃比较脆的 所以 我们在外面这层是面皮跟那个蛋嘛 对不对 葱蛋跟面皮 绿豆面 绿豆面 绿豆面煎出来的 台湾一般的比较习惯吃的是烧饼油条 是用烧饼夹这个油条 但是呢 这儿的煎饼果子是习惯用这一层煎饼去包这个果子 所以不大一样 我还没吃过 待会儿吃吃看 我们常常在台湾看到那个小摊贩上面写天津手抓饼 其实天津没有那种台湾习惯的那种蛋饼 葱抓饼 天津吃的是这个 煎饼 果子 假果子 果子就类似油条 我们台湾习惯吃烧饼油条 但是这个绿豆面煎成的煎饼 试试看 我这可怕咬下去了 好大 有腐乳的味道 豆腐乳 好吃是好吃就是薄薄脆脆 然后多那个葫芦有点臭 但是少那个葫芦大概会少一个滋味 蛮特别的 你看这个蛋 蛋是跟绿豆面煎成的这个煎饼 去夹这个脆脆的果子 里面还有点辣 很特别吧 跟烧饼油条 不大一样的口感 烧饼的话一般比较厚一点 就是薄脆 不错 好吃 然后这个盖巴菜 也是绿豆面 这个是绿豆面下去做的 我昨天也吃了这个盖巴菜 但是我觉得这家的比较好吃 然后刚刚我们打车的时候 司机特别说了 这个绿豆面呢 它这个绿豆呢 要这种感觉有点渣渣的感觉 不能太糊烂了 如果放太久了 它就糊烂了 这个吃起来就不会糊烂 很好吃 蛮特别的 挺特别的口感 和面条不太一样 小麦做的面条不太一样 但是又不会很难吃 也不会都太粉了 是挺特别的 这叫嘎巴菜 这就是家里领导说他们以前 读书的时候在天津市的早餐 刚刚问了一下老板 我说在台湾呢 我们吃烧饼油条都要配豆浆 结果这儿又卖豆浆 不过呢 这边呢 会把这个叫姜子 那么我们把这个煎饼果子配豆浆 就有点像是 在台湾吃的早点是烧饼油条配豆浆 不过这边呢 豆浆默认都是青姜 在台湾叫青姜 就是没有加糖的 不过我刚喝了一下 可能我还是习惯的 待会儿要加点糖 另外台湾还有个喝法 是咸豆浆 不晓得这儿有没有喝咸豆浆 好像比较少见 咸豆浆 台湾会加一些什么油条 做人咸的 就类似像豆腐脑这样 不过我从小还是习惯喝的是 甜豆浆配烧饼油条 今天换成了天津的煎饼果子 在台湾呢 我们有的时候还会把烧饼放进去 然后和这个豆浆沾一沾 瞬间暖锅起来 吃간inated 好吃 直接炒三大 白饼 躲 大 道 砂茶 该 Will 摆 无